欢迎大家来到Bagamaster System时评 今天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传统武术中为什么很多动作 现在的格斗看起来不可思议 因为传统武术技技是主要用于兵器的搏杀在战场上 大多数时候都是用兵器对兵器 就战斗中不用兵器的时候是很少的 那么所以我们一起练格斗的 看起来很多动作不可思议打击力很小 比如说武术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动作 这样的动作对不对 还有这样的动作 这样的动作 甚至还有这样的动作 还有这样的动作 所以这些动作呢 其实都兵器的运用 因为过去在民间 老百姓如果练武术的话 用兵器很明显的话 政府可能也不太喜欢 所以他们把大量的那个兵器的菩萨动作呢 放在了徒手当中 比方说 我一拳打来 你看我如果只一拳打去 其实呢 就是我拿把刀你看 去砍它 是吧 所以 它如果一拳打过来 可能它就是拿一把宝尖 刺苦 所以我们当中呢 是有兵器的关系 那么现在我来演示一下 兵器和我们徒手的那个细胃的那个联系 如果它用棍子打 你看我 我是一把剑 它用棍子打的是 用剑的剑 是吧 你看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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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棘手 还有一个棘手 啊 从上面打过来 就是 它 这就是中国武术 往往 看起来 你看 你一拳打过来 你看 对吧 然后你如果打过去的时候 它有一个架 啊 棘手 因为兵器和兵器 它有一个细胀的过程 嗯 你用这个兵器这样撕过来 这样子 你看 如果你看撕过来的时候 它有一个兵器 是吧 它有棘 然后呢 你这个刀呢 你看 刺着它过去 那么 这呢 如果 在打拳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 你看 它有顺着去 它有顺着去 是 我们的兵器和我们的那个 啊 兔手的打法呢 有一定相似 嗯 啊 它如果用兵器打我 啊 我不记住它兵器 打它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你看 对吧 如果我这样打 你看 它打我我也打 打打打 所以 它用兵器的时候 你看 是吧 它有一个家族 啊 还有呢 采用兵器锅的时候 是 那 啊 那 在这 是 啊 下 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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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并且打板仓 它不可能这样吗 冰淇淋 这样的话 也做不到的 因为它会转过来 你看我打一打 还不打 冰淇淋 空手你看过不去 所以它冰了一个基础 打我 那八卦呢 你看它要走 所以冰淇淋 为什么是一个刀一个手呢 你看 这个手基本上是 对方的兵器 如果打过来的时候 我们用兵器隔当了以后 还有一个手呢 就可以去抓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很多动作都有这个动作吧 刀起来 你看它打 打过来 不可能 不可能 是吧 你看 它打到了 所以 它要少 所以 你看 如果我拿棍子 把它 好 这个手 不行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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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有换靶 换靶 因为什么 我打它 它要消手 是吧 消手 这 放吧 放吧 这呢 这我们套论 投手也 往来打 这 这就像打一次个动作 你 今天暂时就和大家讲到这样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大家订阅和点点赞 包括Mass System 谢谢大家的观看